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把我们自己已经做好的APP 日后我们还要知道它的成效 还有就是这些APP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方便我们把这个概念建立好之后 日后不管制作验收 或者是说当我们在跟厂商沟通时 我们的需求双向能够比较好的达成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他就希望说借由实际上已有的像Google表单 然后如何来制作APP 希望就是说我们开这样一个课程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Google表单 它本身还是要与例如说网站的架设去结合 还有智慧型手机的应用 当然就是制作APP 另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 举例来说在行程规划上面 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航市上个月它跟捷运终于连通了 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捷运上面那个你透过Google map 它是没办法告诉你说 比如说几分钟之后 然后要经过多少站 可是上个月开始它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在行程规划上面不仅是只有台湾还有世界各国 所以到时候我举一个就是台湾还有日本的行程规划 让各位去了解一下 再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地图里面有一个叫做我的自己的 自己的行程 自己的行程 自己的一个历史 曾经哪一年哪一天到什么地方走几公里 哇它全部都帮你收集好了 收集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管理有什么用处呢 好稍后我们再跟各位来去分享 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羊 所有的课程最后我都会把它放在YouTube频道 YouTube我的频道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您到YouTube 然后搜寻一下我的姓名 在搜寻这个Google表单 你就可以找到今天上课的内容了 方便你可以跟其他的同仁互相交流一下今天的内容 那这边我有放我的 比如说网站 我就是把我们上个两个礼拜前做的网站呢 把它整理 把一些我相关的教学的影片放上去 那还有这边有我YouTube的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一起来学习电脑 好那我直接就先看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上次啊 上次我们最后讲到这个网页架构 网页架构 最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网站登录 也就是说我已经做好网站了 可是Google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网站 Yahoo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网站 如何把自己的网站登录进去 好这个网站登录到Google到Yahoo 这是各位必须要学会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focus到今天的内容 顺便我也会给各位去观看一下 像因为我有myga在我的网站里 甚至他每天都帮我记录 这一天有多少人进去 所以我等一下也可以给各位去观看一下 首先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网站的登录部分 首先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网站咯 自己的网站像例如说我的网站 首先我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这是我的网站 那我的网址 我的网址希望被别人搜寻到 还有孙在阳电脑教室这个名称 也希望被人搜寻到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自己的网址 这是我的网址 这是我的网址 所以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好之后呢 复制好之后例如说我就 假设我现在我第一个 我希望把自己的网站让 别人在Google这边搜寻的时候搜寻到 例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是不是在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我就输入 孙在阳电脑教室 然后你看第一个是不是就找出来 因为我打太完整的名称了 绝对找得到 可是你要知道怎么做到这件事 要不要钱这很重要 你不要被那个厂商窟窿过去了 反正他就跟你讲说我全包 所以跟你收一笔钱 但是这里面他就写说我还帮你做实战登录 这根本就不用钱的 而且你可能自己动手做一下就做完了 好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那个你如果不知道不知道 你会觉得说这笔钱花出去了 但是等有一天你知道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很就是不太好受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了 好你看当我点下去 这就连接到我的那个网站 怎么做到很简单 我们先来看看 首先我们先到Google 我们先到Google这边 我就直接输入什么 我要在Google 我要把我的网站登录到Google 我要登录到Google 然后网站登录 所以在这边我就直接输入网站登录 这边我先暂时登出 这边我先暂时登出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这边 当我刚刚输入了就是Google网站登录 你有没有发现前面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网站 新增URL到Google的所以 就是他点他 然后他要求你一定要 这边有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更棒 他说什么网站必备 就是将网站登录到Google Yahoo并还有那个翻鼠腾 好我的意思是说 你其实你应该知道Yahoo已经倒了 所以可是你应该知道 我们还是有些人可能在Yahoo里面希望搜寻到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至少Google你要登录 Yahoo你要登录 然后那个并是微软公司的搜寻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点他 你看一下他这边说 这个网站必备将网站登录到 登录到Google Yahoo并Yahoo 这个是腾腾曼那个英文单字 好就是翻鼠腾了 然后怎么做呢 首先登录到Google搜寻情 他说开启浏览器输入 好例如说就这个 进入到Google的登录页 所以我点他 然后接下来他要求你一定要是他的一个那个会员 那你就先登录 继续 然后接下来就把刚刚我是不是有一个网址 就是Google 我用Google的协同作业是不是做好了一个网站 我可以发布 发布产生的那一个网址 大家前面都 HTTPS 冒号 斜线 斜线 size.google.com 斜线 view 斜线 后面这是我自己定的名称 只有这边 我跟你不一样 可以吗 我要强调讲一下就是说 刚刚那个协同作业你一定会产生一个网址 把那个网址放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进行人机身份验证 他就希望你不是一个机器人 就是登录一大堆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的 好 所以你可以打勾 然后送出要求 这样就登录好了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你过了大概 我那天实际测试半个小时后 直接就可以在Google搜寻情里面找得到 孙再阳电脑教室 就这么简单 可以了解吗 所以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学会 这就是一个网站最后一定要做的 而且只要做一次 那当然 刚刚在这个地方还有看到 除了Google搜寻情是这样做 下面他就写说 下面下面这市场登录到雅虎搜寻情 他说开启这个浏览器输入 所以我就点他 所以现在是不是到雅虎 就是在这里面 然后做法跟刚刚一样 就是你告诉他网址 然后按送出就好了 他说后面的尾巴那几个字 自己再增加 例如 例如说我找那个病好了 登录到病 这是微软公司的搜寻情 然后点他 因为其实病跟雅虎一样 他说在这边输入我的网址 我的网址一样不会变的 好 好我的网址一定就是固定这里 一定是把首页告诉他 我自己的首页哦 好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 下面就要输入这个大写的 LLP331 输入给他 然后提交就好了 但是他这边 病跟雅虎是统一的搜寻情 他说一个月的工作期 一个月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测试了 他是写说要一个月 的工作时间 他会完成 好 所以我就没有去等他 我只有测试雅虎 30分钟就成功登录了 也就是说什么叫成功登录 像例如说好了 我在并这个搜寻情 我就一样输入 我两个礼拜前 就是我回去之后 我最后我就是做这件事 我就直接输入孙在阳电脑教室 然后搜寻 有看到吗 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好 可是您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是在Google 我在Google 我这边我输入孙在阳电脑教室 是不是第一个就找到了 这个是我的网站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并他还有说一件事 他不保证他可以帮你成功登录进去 全部都这样 因为这是我用Google公司的网站平台做的 所以他也不一定认同 是啊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最后一定要记得做登录 那你要确保一定登录进去 那要付费 还有付费登录 付费登录就是说 他可以让你透过关键字搜寻的时候 让你排在满前面的 这就是付广告的登录方式了 好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因为我是拿Google的协作平台 来去做网站的讲解 最后一定要讲解网站登录这件事 好 没有问题了 好 那其实做法应该蛮简单的 这边我就暂时先关掉了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跟各位来去 一样是在我的就是Google云端硬碟里面 好 一样是这个资料夹下面 我其实已经做了两个APP了 然后到时候呢 可能要请大家 可以的话 自己做自己鼓今天的APP 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面 我做了一个叫做行动记账 我也做了一个健康管理的APP 我做了这两个APP 很简单 十分钟内就做出来了 好 那我想应该大家应该还没有兴趣想要知道说怎么做这个APP 然后到时候呢 可不可以让整个 例如说我们现场的 大家来去帮忙填一些资料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今天我要去做那个视力保健 视力保健 学生量测完毕之后 干脆直接请他打开手机 然后直接填自己的资料 就送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 这样还需不需要请别人来key资料 不需要了 好 自己一个人 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就把自己的资料全部填写完 这样不是很好吗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去制作这样子一个APP 而且保证各位一学就会 首先呢 我们因为要做一个APP 做这个APP呢 所以我们就先到 例如说 自己的 我是 我是自己建立一个这样子一个资料夹 就是我的云端硬碟里面 有一个叫做孙在阳电脑 教室网站的这个资料夹 这里面呢 我建议各位看你如果说希望 建立一个APP 你就新增一个资料夹 举例来说 我今天我再新增资料夹 叫做健康管理2 健康管理2 这个APP 这个APP 因为我会希望说收集到就是他填写一些基本的收缩压 然后 心跳 然后 身高体重 我就假设出这几个 这个资料 然后就请他自己填写 我等一下希望说你们大家帮我填一下这个APP 然后 接下来呢 我还希望说有一出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 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顺便你们去了解一下 就是不用太深入的了解 但是你们大概这样就完成一个APP 好 所以我现在就建立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叫健康管理2 APP 然后接下来快速点两下进去之后呢 在 你应该要知道APP 它一定要有一个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的一个 应该说是资料库 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最适合做资料库的 就是收集资料的 例如说 假设今天 我填写完我的搜索压书 这样压心跳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类似收集资料的地方 例如说Google试算的 它就可以收集资料了 好 所以点选 新增一个Google试算表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暂时什么都不用做 暂时什么都不用做 那可是至少你要把这个名称改掉 这个名称 例如说这个名称叫做健康管理2 好吧 健康管理 健康医管理好了 医管理 你最好可以设你自己 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要收集那个 视力保健 类似 随便你 癌症篩检 例如说你可以去 去做一个问卷 那个 你今年做了什么篩检 你可能他在多询问议题 就是说 请问你是不是去年做过 说不定他是去年做过 今年没做 对不对 好类似这样子 那我就做一个叫做健康医管理的这样一个资料的界面 然后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那接下来工具这边工具这边 我们点选建立表单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去建立一个让别人输入资料的那个界面 举例来说你要收集舒张压 收缩压 心跳 身高 体重 好 类似这样子一个资讯 所以我们要点选工具底下的建立表单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一个 一个是什么 收集资料的资料库 就是这个像以下四传表 好 还有一个什么 输入资料的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它关掉了 你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 一模一样 名称 但是 性质不一样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交Google表单 就是交这一个 就是交这个 这个完全没动 你完全不用在里面打任何东西 这只是为了自动收集资料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假设收集完资料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些什么 视觉化报表 就是用这个 这个资料 可是你要想办法把这个Google表单 给每一个市民看到 然后希望他填解资料填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Google表单如何去设计 Google Google表单如何设计 所以快速点亮一下这个 健康医管理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Google表单如何去设计 Google表单如何设计 Google表单如何设计 所以快速点亮一下这个 健康医管理 你看这个健康医管理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表单说明 我建议各位 你最好是 就是有一个简短的说明 而且你要把那个政府机关 强调出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很多诈骗集团 他真的不希望把自己的资料给别人 所以例如说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当我不能假借这样子一个名义 你们可以 你们反而就是要做一个APP 想要去搜集市民的资料 搜集自己的健康资讯 自评健康等级今天开始一起关心自己的健康 好那我想简单的打完这样子的资料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设计像问卷像测验这样子的内容了 好 例如说我想我只想要收集 例如说他的收缩压 所以我就在这边 第一个问题我就是直接输入收缩压 最好是先输入自己的身高 因为身高体重性别可能会跟那个收缩压那些是有区分的 好 例如说身高 好那假设 假设我们今天输入这个身高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 还有很多种问答的样式 我想最常用的应该是你要收集资料就要请他自己输入 而且身高它不是一个类似像男女叫21选择的 如果是可选择我们尽可能做成选择 他只要点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想身高不太可能适合设成选择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也许你可以设例如说150到160 类似这样子选择 因为你要设计的表单是以便名为目的 好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就宣设简答 就是到时候可能请你点一下他 然后开始输入阿拉伯数字 因为我设计的这样子一个简单内容呢 都是以输入数字为主的话 我觉得还好 这是大家可以去接受的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身高我们设定成简答的回答方式 这个我先 我先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请问身高要不要必填 因为通常血压 血压它会跟身高体重多少是有关系 还有跟年龄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这边我先勾选 碧田 碧田就在这边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回应验证 看您觉得需不需要这个回应验证 如果不需要的话 那我们就不设定 这回应验证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限制 他的身高只能输入 例如说100到200之间 那如果他输入250 你就知道说他在乱输入 这就是验证 那我们就不去做这个验证的设定 他有这样子一个设定的机制 因为我觉得只要大概 大家有这样观念就可以了 验证是还蛮不错的 再来 再来如果他这边 甚至我们设定他一定是填数字 这也算是验证 如果万一他输入那个中文字 那就代表说 他可能闭着眼睛在那边填寫 好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增加 这边是不是第一题 所以再增加 升高不能直接问收缩压 应该要问就是体重 好例如说体重 就是那个关联性 体重 然后接下来 简达好一样 我假设也设为是碧田 碧田 你看这边 有没有一个验证 验证 就介于几公斤到几公斤之间 这样算合理 这就叫验证 好再接下来新增 那升高体重 例如说 年龄是不是也很重要 好例如说 我再加一个年龄好了 顺便我有了年龄 我是不是还可以去 去调查一下 就是 例如说 血压是不是跟年龄是成症相关 年纪越大 血压越高 之类的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它这边自动会变成选项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很特殊 很蠻奇妙的 也许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变成说 几岁到几岁之间 也许是 12岁以下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写 例如说 55岁以下 最好是写 例如说 13 13到55岁 那1岁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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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点他 我只举这样一个例子 所以最好是把那个问题 描述更清楚一点 会比较 例如说 56到65岁 年纪越大 越会关心自己的健康 然后 例如说 65岁以上 可是 我想 请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它自动出现这个下拉式选单 如果没有出现 也没关系 你就自己去设 设成下拉式选单 就是 变成 他到时候变成 选择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 下拉式选单 不如 单选 来得好 单选 单选怎么讲呢 他这边就只能单独选一个 这叫单选 当然 除了单选 是不是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核取方块 那就变复选了 好 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年龄的描述 所以 我们应该改成单选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也蛮容易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点这个新增其他 不要 不要 我想你们大概知道 如果有其他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文字输入的方式来去输入 好 我们这边就不点这个新增其他 好 然后接下来请勾笔 笔填 就是我们也可以有这个年龄 然后去调查一下 那个血压的一个表现的情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点选 加 新增一个问题 例如说 我们的收缩压 收缩压 那收缩压 你有没有发现它直接变成简单 那为什么年龄它会变成一个 选单的方式 因为年龄啊 它已经被预设 它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方式了 那 我们知道资料 资料有分一种叫做连续性的资料 例如说 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这叫连续性 数值性 好 它会自动切换变成用选单的方式 可是 像这个收缩压 它没办法从收缩压 这三个字 看出 哦 它就是英文字 因为 Google公司没有建立 所有文字的 metadata 就是 不晓得你们可不了解 当我们看到 那个 男 跟 例如说外国人 他们看到那个 mail 他就知道那是在讲性别 这样可以了解 内建字不够 但是我想会越来越多 因为收缩压 这一看 我们知道 它就是数值 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选单的方式 因为 因为我们可以 数值性的资料 你可以让它输入 可是你要理解 电脑看到的是什么 电脑已经看到说 年龄就是一个 里面就是数字 可是呢 Google公司没有把那个 收缩压 它也是数字 建立进去 这个ontology 那个文本库 建立的文本不够 好 我只能大概讲到这个地方 让我们可能理解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用简单方式 方便让别人去输入好了 然后接下来 一样是填 必填 然后再新增 新增 那我收缩压 还有什么 数张压 数 章压 然后一样 是用简答 然后接下来 用数字来填写 好 然后再新增一个叫做心跳 心跳 然后一样用输入数字 那通常我会比较倾向 我会比较倾向 就是再收集一个资讯 叫做自评 自己去评 你知道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不是他罹患高血压 最可怕一件事情是 他已经罹患高血压 但是他觉得他没病 这才是最可怕的 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我们做一个自评 做一个自己去评量 自己觉得自己健康 现在是几分 那也是点一下的事 好 例如说再新增一个 您认为 您自评 您现在的健康状况物 代表最健康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一样是用什么 单选 但是他这边 下面 因为我是希望 带一点点下面的东西 有一个叫做线性刻度 有一个线性刻度 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呢 他会自动跳出来 不会跳出来 你就自己选这个线性刻度 所以一到五 一到五 就是变成说 一二三四五 而且我也勾 我也勾必贴 好 我们来预览 给大家预览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预览 所以你看哦 这边都是并填嘛 你就是对方要填身高 要填体重 要填怜 还有收缩压 舒张压 还有心跳 有看到哦 好 一二三四五 这样 大概可以了解 最后就是点提交 这个画面我要先关掉 因为这样大家做出来都一样 那你会说 老师我就改一下这个调色盘嘛 改成红色 这还是丑丑的 这样知道吗 我觉得 就是不要只改颜色 我知道 这很简单 对 背景在哪里啊 在调色盘 这个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 他会改这个颜色 就是不会改背景 就是他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都不难啦 我跟你讲 以后 以后 这种资讯工具的应用 绝对是 越来越简单 绝对不会让你觉得 好 要这边做一下 那边做 不用 大概两三个步骤就做完了 好 所以 而且他 你看功能真的不多嘛 对不对 我相信啦 你们就算隔了一个礼拜 你还会换这个背景 因为你大概就只有这几个功能可以选嘛 所以背景你会换颜色就会换照片 好 那 在这个地方选择照片 然后自己去选 那我现在呢 用他这里面的图片 最不会有问题 这是Google公司 他提供给你的 但是因为 我们做那个健康管理 真的不要随便放这种东西 因为老人家很讨厌 这种形状 这种形状 真的 真的 好 就是 就是感觉 感觉不舒服啦 你说 他会直接联想成是药丸 所以不要选择这一种 你随便选 你随便选一种 就好是绿色的 或者是阳光的 或者是 就不要选刚刚那一种就对了 好 例如说这一个好了啦 这样代表说出去外面走一 你随便选哦 我跟你讲 这里面可不可以自己上传相片 或者是您的相簿 你随便拍了一张照片 都可以放进来 而且 我觉得更棒一件事 就是说 不能连到本机端 因为他现在全部都是云端 希望你把照片 你拍一下 他希望你去抓手机里面的照片 这都OK的 就是不希望你去抓什么 去抓那个 电脑本机的 所谓抓手机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把那个 手机 Android的手机不是绑 Gmail吗 这个Gmail它其实就是连到 Google 云端硬碟 它可以去存放你的相簿 好 那我现在就直接选它了 我觉得这个变换相片 你大概只要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 好 稍微等一下 你看是不是整个做完 我们再去预览观看一下 好 那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呢 会怎么样 就是摆出那个手机的形式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手机不是看那个长的吗 这样 这样来去看 这样大概知道我讲的意思嘛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智慧型手机 好 那我现在呢 做完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预览我可以关掉了 要请各位做一件事哦 现在这个表单 现在我们制作好的这个表单 没有跟我们刚刚的四算表绑在一起 这个表单是怎么来的 这个表单是不是我刚刚在四算表里面 我就输入工具底下制作表单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请你应该要把这个回复 回复就是别人 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四算表 希望结合到这一个表单 这我做完了 可是请问一下 如果别人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我是不是希望把那回答的结果 放回去到四算表 这件事我还没有做哦 所以这件事不要忘记了 通常最会忘记的只有这件事而已 就是别人填完的资料 是不是要放回去四算表 我们刚刚没设嘛 对不对 好在这里 请问一下 你去看这样子一个内容 这样子有一个年线坐隔壁 我就可以问他 今天没有坐隔壁 你看这里面 我要点什么 是不是就看来看去就只有这个点点点 那猜猜看这是什么 这就是那些统计图表 这就是那些统计图表 就是填完问卷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去看那个 例如说赞成有几位 例如说那个 零到55岁有几位 对不对 你要去看那个结果 就是看他 也没了 好 点他 然后接下来 选取回应目的地 就是我今天填完资料 是不是要传回去我的四算表 就在做这件事 好 所以我点他 然后接下来 一定要选到这一个 就是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记得做 可以吗 其实就做完建立之后 好了 也就是回应 我们也设好了 回应 因为别人会填完资料 你总要有一个接收的 像Excel那种地方设完了 是不是都很简单 好 接下来 那我们来去看App的部分 第一 这边 这边我们已经看完了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外挂程式 好 这边 这边一个叫做调色盘预览 我想这两个应该 我全部都做做了一遍给你们看 这个叫设定 设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今天 当你今天你做这个问卷 问卷给对方的时候 对方呢 要不要去跟他要到那个Gmail 如果你这边打钩 他就一定要登入 他就一定要登入了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安全性的问题 好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说 如果说你建立的一个App呢 让别人输入资料 他还要填很多资料 他会不 不愿意帮你填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个问卷 不记名问卷 可能在座有一半的人 会愿意帮忙填 可是如果如果我们今天说 规定大家要填 而且记名 你可能收集不到真实的资料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看你要收集资料的 就是困难度 还有真实性 自己来去做一个考量 还有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登入 因为呢 因为预防灌水 预防灌水 就靠这一招 但是你要知道说 我们希望收集他的身高体重 我们不希望他只输一次 我们会希望他输入 每天输入一次 对不对 每天输入一到两次最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就不能够 仅限恢复一次 好 再接下来这边 你们就自己去看一下了 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好 就不要太多的限制 我们只是为了要收集 收集资料 收集市民的资料的话 这样子一个前提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讲制作APP了 这样可以了解哦 从现在开始来算哦 10分钟大家就学完了 制作APP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我知道在座有几位鼓掌 干脆以后啊 真的你就直接请那个年轻人设计 10分钟 难道他们没有这个时间吗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们要去宣导的时候 请他们最好是自己的资料自己输入 这才最重要 自己的资料输入的 错误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而且你不会浪费很多人事成本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如何做把现在这一个内容做成APP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点点点有看到建立副本 建立副本就是那个复制档案的意思 就是你在做出第二个类似的内容 题目都已经设好了 但是我想这样子一个使用性 假设我们今天要去做那个 除了血压的资料 假设你要再去做另外一个APP 那个选项都很类似的话 好可以做这件事丢掉 好 最下面有看到外挂程式吗 我现在要介绍就是外挂程式 外挂程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本来Google这边是四算表 对不对 可是我是不是要把它做成一个APP的方式 请问一下你们 应该都很懂什么叫APP吧 就是我会希望对方 他就只要看到 他就只要看到 就是这样子一个 我刚给你们看的 他就 我只希望说 他到时候就只要看到类似这样子一个画面 最后填完然后就点送出 可以吗 类似这样子的画面 然后点送出 这就是我希望呈现那个APP 就是我刚应该是用预览的方式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我希望他最后就是从头到尾 填完这样子一个内容 然后点提交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那不是Google试算表能做到的 他必须要透过外挂程式 好 这个外挂程式点一下 在这边 是不是就有一个外挂程式 好 一样的 一样的 好 所以点选外挂程式 可以哦 点下去那个外挂程式 这边就有一堆外挂程式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是App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搜寻App App 当然我们现在不用搜寻 因为App App Shoot 蛮容易找的 拉下来一点点 Appshoot在这里 Appshoot 可以吗 我游标移过去他就跳掉 就是他就直接告诉我们说 建立一个Custom Custom就是自己去设定的一个Mobile App 可以吗 看到这边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创造一个手机的输入的App 找得到吧 可以找到这一个哦 这叫Appshoot 这是我看来看去 我真的要告诉你们 就是我有感而发的感想是 因为哦 现在你们都是应该说是 医护背景的人居多 可是很抱歉 你们要学 你们要学资讯 你们甚至要学会计 要学法律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在资讯这一块 怎么样快速简单的去完成 Appshoot 可以用给你们参考了哦 所以我们来去看这个Appshoot 这边是不是有管理 所以点它 然后这边有一个用于本文件 有看到这个字哦 用于本文件 我先把这个显示比例 稍微设大一点 让我们去观看一下 对不起 点错地方了 不好意思 好 点这个 然后外挂程式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这边是不是 选到一个叫做Appshoot 然后管理 用于本文件 是最重要的关键字 你也不应该选错啦 因为你看说明 你不可能点说明嘛 我现在就要做给你看嘛 好 然后问题回报 就是说如果 当你点 点下去没反应 你是不是要去回报给Google公司 好 那这边用于本文件 点下去 然后这边这个 就会出现Appshoot Appshoot 各位都知道Appshoot application shoot是工作表 也就是等一下做完之后呢 你就会有 例如说第一个叫健康管理 健康医管理 你到时候又可以做第二个App 第三个App 这个意思类推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就点这个 外挂程式 外挂程式这边是不是就 多出现这个Appshoot 本来没有的 点下去之后呢 他说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How to跟Launch Launch是登入的意思 Launch是登入到 刚刚的Appshoot里面 那你们现在应该看到的是 是 这How to就是说明的意思啦 就是怎么做Appshoot 那我现在根本就不用做那个Appshoot 我们直接就点Launch就好了 How to跟Launch 那没有Launch呢 我现在是点上面这个 prepare 这是预备 预备 它的意思说暂时让你看看一下 然后这边这个Launch 点它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他又要求我 输入就是 登入那个Appshoot 一定要给他一个账号 好 所以我现在再一次的登入 这个登入呢是指我要登入这个Appshoot 不是Google 不是云端硬碟哦 是Appshoot 好 然后我就直接点允许 然后接下来简单的手机 我的手机是可以收信了 好 例如说我现在哦 我现在我就去去我的信箱 就是刚刚我那个Teacher点上那个信箱 所以我是不是重新开Chrome 我们来去看一下我的Mail 我的Gmail 就是这个的Gmail 我就会收到几封从Appshoot寄过来的信 首先第一个你看哦 他说Appshoot已经连接到Google帐号 这是因为我刚刚是不是绑两边 好 所以这我想没有问题 接下来这边 Here is your app 健康医管理 这是我刚刚建立的 所以请问我可以把这样子一个画面寄给谁 然后你们再帮我分享给其他人 就要麻烦请大家帮我去填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身高体重然后年龄之类的 那我先介绍一下哦 这边是不是有两种 这个是手机 这个是手机 然后这个呢我现在可以开给你们看 这是网页版 就是让你除了可以在手机上面输入 你也可以打开网页来去输入 所以就这个 他全部帮你都建立好了 你看这样多好 好 比如说我现在我就点这个Open 好然后 我直接点他好了 他就直接帮我打开网页版的 那个我刚刚的那个F画面 你们可以了解这样是一个多美好的事吗 完全你根本就不用做很多事 好 这是网页版 网页版你看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输入身高 好例如说身高180 体重 体重例如说83 然后年龄 年龄开始用选择方式 例如说这边选择13到55岁 然后收缩压假设是138 我随便输入收缩压 假设是86 然后心跳假设是92 我的心跳是比较高 我现在是输入我的 我觉得我的健康是3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Pencil 跟Save 储存 好要点这个Save 我网页我就 我就输入完毕了 这边还没有讲完哦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把那个 刚刚这一个内容啊 寄给 董部长我寄给你 帮我寄给别人好不好 请几个人帮我去填一下那个App资料 因为我们要回去看那个统计报表 然后还有那个后端其实是可以改的 后端其实是可以改 改成我们要看什么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健康医管理2 App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三个档案 这个回应 这个回应就是针对我们自己 自己想要去做分析用的 快速点两下 这边是不是就会有那个专属的相关的资料 专属相关资料 我再把刚刚的程序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刚开始我们是不是先做了一个健康医管理 这一个试算表 然后指示设档案名称 然后这试算表我们要绑一个表单 所以我们透过工具底下的建立表单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表单 表单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回应 快速点两下 表单会有一个回复 回复 这个回复是什么 我是不是要绑定一个 就是选取回应目的地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回应的健康医管理 所以就变成三个档案 那重点是我们这个档案呢 它就是所有大家填写完的资料 大家填写完了有什么时间 然后身高 体重 然后几岁 然后接下来收缩压多少 收缩压 舒张压心跳等等这些资料 是不是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就是说 大家觉得自己相对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话题来代入 因为如果大家相对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觉得自己是健康的话 那当然我们更应该就是 我们可能会比较可以去谈一些健康的问题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都不健康 那更需要去谈一些健康 例如说养生的方法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四传表 我们也不是要花时间在讲这个地方 我们重点是 那个结果图 至少我想请大家到网页版 如果你APP进不去 进不去 我们到网页版 好吧 网页版 这个网页版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开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 就是等一下 至少大家可以点它 点它了以后 就是点那个网页 它会直接打开网页 好 那我现在要强调讲一下 打开网页跟打开APP的差别 因为我们今天打开网页 打开网页 好 假设我今天我透过LINE 然后传送一个网页给别人 那别人每一次他要打开LINE 打开LINE 然后来去做这个输入 可是你要知道 假设我现在我传给董股长 这样子一个网页 可是我们还会再聊别的讯息 所以这样子的那个网页 是不是会一直变来变去 越变越上面 甚至三个月之后 那个网页就不见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把它做成APP 它就固定的放在我的桌面上 好 例如说在 例如说 在我的桌面上 我有一个叫做APP APP APP 这边 就是我 假设我今天我要输入资料 我只需要点这个APP 就是点这个APP 好 然后点了一下APP 之后 再来我就要点这个APP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APP 就是这个是固定在那地方 例如说我要输入健康医管理 我是不是点进去又可以开始输入了 就很好找固定的是在那个位置 所以要记得是做APP 不是要做那个网站 做那个网页 例如说我用LINE给别人 那个网页会跑来跑去 例如说 我可能 假设我跟董读长聊一聊 实则讯息 那个网址就跑不见了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希望你们了解 要做成那个APP 要固定做成一个APP 让大家有固定输入的一个界面 这真的很重要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麻烦再输入一下 因为我还 那个后端 我还是希望你们稍微了解 那个改真的都很容易 我比较请向建议 我猜啦 我猜 因为在座很奇怪 那一桌都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那边风水比较好 可是其他桌都不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个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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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设定里面的一些东西 设定 设定 就是手机里面不是有设定吗 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打开 我可能要 因为我刚好我用的手机都是正常 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关卡 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想法 那我回去会再去研究看会是什么 哪一个地方可能没有打开 好 那 现在各位可以帮忙去填一下资料吗 例如说 呃 现在我这是网页版嘛 好 例如说身高一百八十一 然后体重八十四 八十二 然后 年龄 选一下 收缩压 假设一百三十 然后术章压八十 然后接下来心跳 好 假设我们设一下 设到 例如说 八十九 假设四分 然后储存 这网页版大家都可以输入 因为你的手机不是有Suffer 或是有那个 是因为这个吗 我不晓得 好 那现在重点是 重点是 像这边不是下面有四个 一个是分享 就是分享 让别人可以使用这个APP 还有就是这边 这边不是有一个over over就是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都在这里了 可是我要请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 我们做一个投票好了 就是采买 采买那个凤梨树 假设我这边有五种凤梨树 大家你就想要知道说 哪一个凤梨树 那个百分比是多少 类似那种图是大家想要看的 至于说那个谁选了什么 谁选了什么 其实不应该公布出来的 好 我只是提供给门参考 所以我会希望 这个地方呈现应该是图 而不是资料 所以怎么修改 所以我还是要把那一段讲 因为都不是很困难 重点是 像这边不是下面有四个 一个是分享 就是分享 让别人可以使用这个app 还有就是这边 这边不是有一个over over就是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都在这里了 可是我要请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 我们做一个投票好了 就是采买 采买那个凤梨树 假设我这边有五种凤梨树 大家你就想要知道说 哪一个凤梨树 那个百分比是多少 类似那种图是大家想要看的 至于说那个谁选了什么 谁选了什么 其实不应该公布出来的 好我只是提供给门参考 所以我会希望 这个地方呈现应该是图 而不是资料 所以怎么修改 所以我还是要把那一段讲 因为都不是很困难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刚刚我是不是回到 回到自己的这个健康医馆里 回到自己的健康医馆里 这样一个画面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点选 AppShoot 就是这份文件的外挂程式 我选 AppShoot 这一个 Lunch 这边 所以我们先点 Prepare 然后再去点 这一个 Lunch 这个画面应该大家进得来 我现在要强调讲的是这一个画面 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一个画面 这真的不是很困难 这真的不是很困难 而且 而且 这个就是手机 有看到 这就是手机 然后 然后 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面 我今天要讲的只有这个UX UX 这个UX 就是它 这个使用者界面 使用者界面 这边有看到UX 好 其他我们 如果 如果你不想要呈现这个资料 这个 Add Detail View for健康医馆里 Add for View for健康医馆里 有看到 好 首先 首先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Over 还记得吗 我给你们看一下 Over 我刚刚不是给你们一个网页版 这个是不是叫Over Over 好 还有 还有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New 有看到New New New就是 这一个 可以 那如果你不要 如果你不想要 Over 你不想要给别人看Over 那很简单 怎么做 直接 这个 这个 把它Delete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可是 可是我建议 我建议 这边我们先Copy 我们先Copy 可以吗 就是 我Copy之后 储存 我是不是就变成Over 2 就是 我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Over 一个是Over 2 一个是New New是一定要的 反正下面就四个功能 一个是Share 一个是Over 一个是New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同步 同步 同步的意思就是 假设你今天手机 手机跟Google 是Google云端是同步的 好 假设你听不懂 没关系 反正意思就是说 我们同步真的很重要 那 重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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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我只想动几个动作 动几个动作 出现那个统计图表 你看 刚刚 Over 是出现资料 Over 这个资料是可以把它给Delete 好 这真的很容易做 然后接下来 Over 2 我想要把它做成统计图表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点Chart 本来它是不是用一笔一笔的表格的方式来去呈现一笔一笔的记录 现在这边是不是看到Chart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会希望它出现是一个统计图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你要放字的位置 通常我会选择字中就是手机 因为有些人会在平板上面看统计图表 看你是要偏左还是偏右 还是至中 我觉得至中会比较 我比较喜欢中间 那当然你可不可以在手机上面看 如果你在手机上面看 左中右其实都一样 好 接下来这边我们就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 例如说选择一个像统计图表的图示好了 例如说这一个好了 就是等一下我这边 这边我会希望人家看到的是这一个 我就不希望开这个给别人看了 可以吗 我希望它看到是这个 可是现在是No data available 它的意思就是我还看不到东西 我还看不到 那接下来 这边不是icon选好了 选好这边有一个more saving more saving 的意思就是我到底要给别人看什么图表 举例来说 嗯 我们看 看 身高有几个 身高 就是填表的人身高 的次数 例如说 那个180公分的人 有三次 了解我这张图的意思 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般不是要给别人看 谁身高多少 血压多少 不是要给别人看记录 是要给别人看这个总poto 就是投票完的结果 这样可以了解 而且这样子就可以方便 我们顺便去查那个APP的有效性 因为它会 资料会一直变来变去的 才对 好然后 假设我今天 我重点我这个APP 是要给别人去看身高 好那 还要给别人看体重 就是这是身高嘛 然后身高 然后153有身高 然后有体重 类似这样 或者是 假设我今天我把它换成收缩压 跟那个梳张压 好类似这样子来去给别人呈现 或者是我把它删掉 就只放那个收缩压在这个地方 好了 做完 做完这些设定 这设定我不一一讲 因为我今天的重点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给别人看那个结果画面 是可以变动的 那这件事情 也不需要你花太多时间 就是你可能只是交代下去 因为真的你能选的选项很低 类似 如果说 我不知道自家在哪一个股 反正例如说 我就跟自家讲一下 麻烦你去设计一下 他只要大概看一看 因为你能选择东西真的不多 就是这个栏位 刚刚这个栏位 这个栏位是不多的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最后我们就点这个Save 我点这个Save完毕之后 我重新再去看 重新再去看这个健康医管里 那我今天我是从网页版 好 例如说我再重新输入一个 例如说 178 然后体重 那个78 年龄 年龄 假设我选 找一个是这个 然后 收缩压 135 舒张压 85 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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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85 好 嘴唇 你去看一下 我这边平衡 不是 同步一下 同步一下 重点我要前面看这个 这一个 是不是就多出来了 这张图表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记住那个 偶尔是可以关掉 不要给别人看 你甚至把它Delete都没关系 你Delete是不给别人看 不给别人 因为不需要把别人填的资料 全部都记录下来给别人看 可是自己真实的资料会在哪里 自己真实的资料会在这里面 这里面 它真的很简单 就是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日后 你们再收集资料 你就要想办法 让大家 就是手机拿出来 现在国小 国中 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 就是 请他们去装App Street 然后去把自己 比如说做完那个 体检 就直接把自己的 那个得到的资料 直接输入上去 不是叫老师输入 应该 就是 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 就是老师 填那个身高多少 体重 一张纸条 然后就直接拿给我 那个资料表 也是我自己填的 可是我觉得说 现在应该大家 就是拿出智慧型手机 然后把得到的资讯输入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看到所有所有资料记录 这是绝对不会删掉的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跟你们分享这个从Google表单 然后Google试算表 然后以及到一个App的实际应用 我就讲完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稍微谈一谈 然后怎么样做得更美化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资讯告诉大家 就是说 其实也不是请你们真的在做App 可是你们到时候你要验收 你验收的时候 你要对于App 好像稍微了解 原来这就是App 就是为什么不要做网页版 为什么要做成App版 这样子的知识 我觉得都是必须要建立下来的 好了 那接下来我还要再介绍那个Google的地图 Google 我想请问一下 在这边App 那个自家 你觉得你应该会建立一个 很快可以建立一个App了吧 对吗 可是 可是 刚刚有同学问我 就是说 这个 我现在 我今天教的这个部分 很适合用在问卷 测验 资料收集 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你要呈现 你要呈现 你要呈现 因为在应用面 我们开这三次的课 真的它都有实际的应用面 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你例如说 就是还有另外一种网站 网站的运用 例如说 上次强调讲一下 这个电脑教室 点它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你有很多那个 卫教资料 卫教资料 你看像 我有很多 像Excel Excel 就从入门开始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这边有影片 我点它就可以播放 甚至我可以开到最大话来播放 然后这边有进阶 然后这边有影片 你们有可能会需要用 网站的方式来呈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规划三次 三次课程 还有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要上的 这个公务影片制作于FB行销 主要就是说 假设我们都会办活动 我们办那个活动 你APP也做完了 你到时候现场你要直接 例如说 用一个QR Code 发给大家 扫描 怎么样做成QR Code 然后再上线